今天是在我闭关了好几个月后 出来吃饭了 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我的小生活Vlog了 今天就带你们大家来吃一个 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家烤肉店 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让我们期待一下 太棒了 睡烦了 要睡烦了 我到店里了 我进来了 这家是我最喜欢吃的一家烤肉 给你们推荐一下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尽量的要喝茶 然后吃烤肉 这家店是最符合我口味的一家烤肉店 它的肉 这里的肉 这里的酸 我现在已经跟老板娘成为了好朋友了 这里必点的菜肯定第一就是他们的这个酥肉 而且叫这个口味的 胡椒 他们的炮菜饼特别的好吃 而且你可以跟他们说就是稍微煎焦一点 会更好吃 然后还有一锅 是 炸酱面 我觉得他们家的炸酱面很好吃 我很常来这家店 因为我们家这家店特别好吃 这是我最爱 我喜欢 这家店有很多烤肉蘸料 一般都会怎么炸 我肯定就会加一点的 加一点这个小洋葱 加一点这个 但是我不太爱吃蒜 因为我怕那个蒜的味太重了 嘴 然后我刚刚呢 是刚运动完 然后运动完就来吃这么油的东西 我可真棒 那你一般吃肉就包菜呢 我一般吃肉就会包你 一般就包苏子叶 我特别喜欢吃苏子叶 但是我也会加一些生菜 就是生菜啊 什么腌 猪肉 然后再加一点烤菜啊 然后加一点酱 然后配一个 它这个特别好吃 它那个味道特别香 但它这个酱包咋多的反正很好吃 放一点 谢谢 炸酱面 你之前有在上海带我们试试过一家炸酱面 对对对对 那个 那家的炸酱面呢也是特别好吃 两个都很好吃 但好像它的面不太一样 那个面会稍微比较粗一点 然后这个粉稍微 稍微 好像是一样 哇 之前能吃得完 但是现在也就是 别能吃得完 可能吃两碗 慢慢吃 你快到我脸上了 第一口 小菜 饼 放小盘子里吧 小盘子里 听说它里面有一个独门蘸料是不是 它们这个蘸料也特别好吃 对对对 小盘子 第一口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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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饿了 这下午好 最近总看你做运动了 看之前呢 我都会就是快走 然后最近就是 就是了 一起爱玩飞船的朋友 所以就 对飞船特别上谱 挺好玩的 所以大家真的 要多运动 我发现就是运动了之后 把心情变得特别好 因为分离都不安了 特别开心 虽然很累 虽然很酸 我现在的身体就是好了很多 因为我有在开始慢慢调理 就是也有 喝中药 然后也有跟蹤 然后也有在持肥的运动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心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心态是特别重要的 就如果说你心态不好 其实也会导致你的身体 变得很不好 确实我觉得就是 快乐它总不能 二十四小时都 看谁在你身边吧 但一定要让自己快乐起来 因为现在呢 也是一个很快的时刻 很快的时代 大家也很努力地在 为自己的生活 都用作而打听 所以呢 肯定也会忽略到 自己内心的东西 然后有可能也会忽略到 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觉得 在什么嘛 在什么呢 也要多多照顾自己的心情 和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这个也重要的 我们现在就是感觉肉差不多了 来座位看 可以再等一下这个肉 它可以再吃一个小菜 你想要点饭都会点青菜 我会吃水 但是我不爱吃水 然后呢 我会吃菜 但我也不爱吃菜 所以呢 现在也是 在饶理自己的饮食问题 就 反而会越来越好 感觉你最近中文有很大进步 因为你最近发微博粉丝说 你都开始会用比喻剧了 是因为我听到我身边的人说 他说妈呀 今天好冷啊 我的牙齿都会唱歌了 蛤 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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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挺好吃的 我就记住了 我是一个就是 会有很多东西在我最问问里面的人 你们知道呢 现在我们就来开吃吧 鸡蛋 鸡蛋 哎呀 好吃哦 我通常都不会放香油眼 你放香油眼 今天口馍没了 所以就能男性猫不再提 然后我会加一点这个羊鲜 还满不一点了 挺多的 开动喽 好吃 我真的好好看哦 我真的好好看哦 很可怕 对不对 我人生第一次在北京 探征这件事情 我没有想到 大家都这么坦诚相见 我进去的时候 我这也要吓死了 全部都是关的 然后我那东北朋友说 就是通常进去呢 就是先把衣服全脱了 脱完了之后呢 先去洗澡 把劲先洗干净 然后完了之后呢 再去泡个澡 可以泡完澡了之后去搓澡 反正好像每个人不一样吧 反正他是这样 就是搓完澡了之后 穿上衣服 然后呢 就去焊蒸 他说通常都焊蒸的 大概半小时左右 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先在 就是四十几度的地方 待个五到十分钟 然后再到 五十到六十度的地方 待个二十分钟就够了 结果呢 当时我就想得好好的 进去呢 就先去洗澡 结果一进去 我发现放衣服的地方 对洗澡的地方 要走大概一分钟 等于说 那个衣服我要全脱了之后 然后就光着我的身子 然后走到洗澡的地方 然后 我的那位东北朋友 他特别的熟悉 全脱了 站在我面前 走啊 反正你走啊 我衣服都没脱 我说我真脱不下来 我很害怕被认出来这件事 如果被认出来了的话 那就等于说 很生死 因为我没穿衣服 结果 好死不死 真的有人把我认出来了 我裹着个浴巾 因为所有人都会 很舒服嘛 裹了个浴巾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人就看了我一眼 他就没理我了 我就想说应该不认识了 因为我们就等 台队洗澡 然后呢 他叫他 你是伞妮 哦 我真的是 然后我当时就说 然后他就撞过来说 我很喜欢你 结果你叫我回厂吗 谢谢你的喜欢 我特别欢迎人家 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啊 然后这件事情过了 我们就去吃了那个 就他们会有供应那种水果啊 什么的 我以为他们里面的那个饭 也是供应了 就那个是要买的 要花钱的 我很不开心 我花了快300块钱 我好难受啊 然后好不容易去汗蒸 因为你不能把手机带进去嘛 然后呢 就放在外面 我们进去 我跟我两个朋友 我们就坐在里面很尴尬 不知道该干点啥 我朋友就说 要不这样吧 咱玩干瞪眼吧 我行 他就真的去买了一副牌 我们就在汉蒸的时候 玩了一个小时的干瞪眼 玩着玩着 又有一位姐姐 她来说 我可以跟你拍仗 然后我那个东北朋友就说 姐姐 姐 这拍出去也不好看啊 姐妹 好那没事 谢谢你 我的点是在于哪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我的脸肥红 然后弄不上去 就是吃透了 因为我们呆了快一个小时 你游戏 其实在果玉金的那一趟 被认出来的那一事 我就想跑 但是我挂了300块钱 我觉得不行 我得呆到最后 呆了6个小时 然后后面是我跟我那两位朋友 就到了一个阁间 它是有很多阁间 可以睡着休息的 我们汉蒸完 我就躺在那个阁间 就聊了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再回去的时候 他们就说还要洗澡 我说我能不行吗 我说能回家醒吗 但他们就说 刚流汗如果出来的话 不是天冷吗 就怕我着凉了 好嘞 我又把了那一副脱掉 我又裹上了的浴巾 再开开开开过去 但是我真的我人生第一次啊 看到那么多 光在身子里 就是人生第一次啊 就是我之前在 就是我泡过温泉嘛 但是温泉就是没有这样 这个就是大家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哎呦我的天 而且别人是不是都很收放私人 很收放走就是 我最漂亮 我最美 就我身材最好 那种 我就裹着就已经 我真的 哎呦怎么做到的呀 但是我朋友说 很正常的 不是说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来汉堵 但我觉得也是一个 新的体验 虽然就是有一点 不好意思 因为毕竟可能也是 我第一次去 所以就会 有一点害羞 但是有可能我之后去 我就有可能就是 我是全街最浪的 美女女 好 怎么样 我的身材比你好吧 主要是吧 不被认出来还好 裹了个浴巾被认出来 还好你裹的浴巾 如果下次你一看习惯 然后又要认出来你 害你身材力吗 对 怎么了 怎么样 我的身材不错吧 我也给你吗 来啊 谁怕谁 你也多 我说实话 我那天汗蒸完 真的 太舒服了 而且我待了特别久 我待了一个小时在里边 想到我在那时候面前 扑光我特别不错 这种人是很可怕的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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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早都可以光起来 不怕 多少人 20 200 200亿人 299 280 240 270 8 278个人 小的 230 分开 530 240 340 230 330 430 530 630 530 630 630 630 730 630 630 我就剁手了 剪剪了我爸爸回来 我叫杨云琪 你太敷衍了有点 你知道我现在吃 我都会吃 我咬了几下 所以我就很容易哭了 我现在把蒜 再吃一口肉 我再休息一下 杨云去烂 杨云去烂 我们现在就说已经吃饱饭了 我们也把所有的肉 所有的面 所有东西 全吃完了 就只剩小黄瓜 很饱 今天呢 大家再来吃 很符合我口味的一家烤肉店 虽然它的环境 没有说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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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豪华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的东西是真的好吃 所以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要吃啥 来试吃一下 他们的肉 还有他们其他的东西 其实他们还有什么汤啊 什么的都还挺好喝也挺好吃的 反正今天呢 我也已经吃饱了 然后现在呢 准备在这个大冬天稍微散个步 然后慢慢悠闲的回家 希望今天大家会喜欢我带来的 Vlog小生活 然后从今天起呢 也会努力的 寻找好吃的餐厅 要是没找着 那咱们就说 或者是你们推荐给我也行 我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不定好吃呢 对吧 行了 今天感谢大家的观看了 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夜晚 还有愉快的夜晚 各位朋友们 晚安 我是库里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